來 我們上次講到這裡嘛 那開始要畫立面圖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它是什麼樣子啊 先長了什麼樣子 然後呢平面有關的尺寸 就是有關 平面跟立面有關的尺寸是哪一些等一下我會講 然後開始畫基準軸 這個基準軸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平面上面的 柱位 在什麼地方 門窗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這個要注意要弄出來 另外一個是 樓層的高度線 大概這兩個方向的基準線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開始 畫出它的邊界 然後最後呢畫出柱 牆 良線 這就是柱線 好這牆邊線這是良線 好不好 OK 把它畫出來 再來比較D面圖比較費工夫的是 畫門窗 好門窗好像建築物的眼睛 最終把門窗放在這個立面圖就完成了 然後再把中秋材料 像這個中秋材料 那有的不一定要用 那個H來做有的用點的 說明文字就可以了 最後標尺寸 然後畫圖米 這樣就完成了 了解嗎 好 那畫的步驟來講的話 上次談過 來 線條的表達 我們等一下 再看一次線條的表達 線條裡面 離視線越近的用重線 所以我們開始要畫輪框的時候 或用個重線把它描出來 越遠的用清線 所以輪廓可以顯示建築物的外 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說為什麼 我要用強線來畫最外框 原因是在這裡 等一下會再提醒你一次 好 那這些的話 我們裡面有一些線條 等一下你也會看到為什麼要畫這樣的線條 其實就是美觀 就是美觀 好這都有線條是在美術館附近 好他們都會做一些出盾 好這就是美觀的部分 好 那來看一下標準層 對不起 這個 這個題目沒有避雷針 沒有避雷針 那我們看幾個法規的規定 好 跟法規有關的規定裡面其實看到的是GL 剛剛看到GL 好 那樓層的高度其實要注意的GL是從建築物外牆 地面最低一側的水平面 那建築物的層數是怎麼樣地面以上的層數的核 但屋圖層不作為技術層 我們這到後面在標誌的時候會看到這一個 平臺陽臺露臺 雨遮跟花臺這個部分要注意這樣就好 好 那上次要各位做的東西 做的東西 有請你們說回去把 那個如果你有畫好幾張平面 至少也有一張啦 那如果你還有畫類似這樣平面都畫完的話那恭喜你真的是很優秀 好都把它畫完了好 那 這就是把立面我們用一個軸線把它固定起來 好 那再把這三個圖旋轉 90度 負90度 讓他轉這樣過來這邊複製一個 等一下要畫側立面用的 所以這目的是什麼呢 好目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檢定的圖裡面 好 檢定圖裡面其實他給我們的 第一個部分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離邊邊多少 這就是水平距離 你看 第一個告訴我們是102.5 102.5是地界線 到這個邊邊的建築 102.5 我們從圖面上來查這些距離 你102.5從哪裡開始 這地界 到邊邊 到地界到這邊嘛 好 那這邊是不是102.5我們查查看從這條線 我們去查看是不是這樣 如果有錯就是我們圖面畫錯了 102.5 所以他那個尺寸給你是說 本來真正的立面圖的意思是說你把平面圖放上來我們從這邊描繪下來而已 這樣各位清楚嗎 好 那所以那些尺寸我們可以慢慢的去查他 再來什麼436.5這邊都有尺寸給你了 那是因為從平面圖擷取的尺寸 不是說奇怪怎麼這個尺寸把它背下來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懂了嗎 好 那這個部分這邊也有尺寸 這邊也是平面過來的尺寸 譬如說 他從這個你看 我們以這個來看 這個外皮到這個外皮是540 那我們怎麼去查呢 這個外皮怎麼知道他是540呢好我們去查屋頂平面圖 一樣 舉例讓你看而已 從這邊 查這張好了 從這裡到這裡 540指的是外皮到外皮好這個外皮 從這個外皮 到這個外皮 是760幾 765 那很明顯你看我們這邊 他告訴我544到哪裡 我查760幾是這一個對不起 到這邊 那544到頂樓這個部分對不起這屋圖二層了 我剛剛查錯了 540 來我們從這個540 我沒有放我沒有放屋圖二層 好吧 那屋圖二層540的話很簡單你可以看 我們看上去是不是到這一邊 上去如果是到這邊他是到這一邊嘛540是到這一邊嘛 所以我們查查看這邊到這邊是不是540 我們看到這個上面 到這邊多少 535.49 所以540沒有錯可能是坐在這邊 好不好 那我這圖沒有放上來所以等一下你就沒有辦法直接拉線 好吧 那這整個概念是跟你大概講一下 我應該放屋圖二層再放上來 那先不管 先把尺寸都查完之後 各位要做動作就是怎麼樣先把這些延長線 延長下來 我們先 先建構的是 先把這個水平線高層高層的基準線先建立起來 再把平面位置線建立下來 好 那這個高度線各位要注意的一點是 一樓到GL是20 再來420 注意這高度是含樓板到樓板 這是二樓樓地板 所以他樓板厚度是多少你應該要知道 在19月裡面 11月裡面 他有彈到 你可以看到 柱是5050 樓板多厚 12公分 所以你到時候還有一個offset 12公分是從這邊來的 圓弧的陽台 是15公分 好 那這邊大概你鋁合金的厚度是10公分大門那個鋁合金 你大概知道一下這樣的尺寸他在這裡 好 好那我們再回到那個28頁 好那這邊知道你知道之後好我們開始來 照這個來畫 好嗎 那照這個來畫的時候 那你問我說這個距離大概多少 好因為這是考試的一張圖 我已經大約可以知道他的高度是多少 那最最簡單的方法是這個這個 這個的高度是多少我就從這邊複製一個高度過來就好 好 我就這樣複製的一個高度過來而已 好嗎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要開始做複製高度線的話 有幾個動作第一個開始我們先offset 20 你就記得 往上 然後 再來呢 在offset再給他420 好 那第二道呢300 300的有4道 就輸入300 就是2樓到3樓 3樓到4樓 你看喔 1234 還有一個 5樓 好那從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 2到5樓了 300到這裡 叫rfl 4樓了 再上去有一個叫做460 就是P杜成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做 offset offset 460 好 你怎麼那麼少有問題 你要的感覺在畫的時候 應該是只有300 對沒錯 好 那這個的話我就offset 一樣460 5樓 460樓往上看 220 1930 所以呢 再按一下Enter 好再來是220 再來 set19 再來是30 好這些距離你都給他那個高層基準線先放完了 再來 好這就簡單的話再來我們就把這個水平基準線放下來 好那首先我們就用一個叫做那個那個 Extend這個指令叫EX EX的話以這個作為邊界 Enter 好選了之後我們把這線放長 一條線 就是邊界線 這一條線是 柱邊 這個沒有炸開喔這剛之前要先把它炸開 好這個柱邊要炸開才能夠做 那 好 我們先把柱邊線都先炸開再來做好不好 好那這是柱裡面的線號 這是牆裡面 這個先做 下面線 已經不見了 好沒關係 只做了兩條線 那我們先把柱子炸開 好應該變成一條一條一條線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開始剛做那個動作 Extend EX 給他邊界 然後 開始放 好 好 好 其實這邊就就是我們 好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要放大的位置 好 這就是放過去 好柱邊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要平面給你的位置的距離 我只直接利用這個而已 好 然後這邊 還有一個 冷氣孔後面再來抓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一個整個簡單的構架的線都放下來了 有看到嗎 好 好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來看一下他的梁的尺寸 我們再來放梁線 梁有一個深度 這時候框框這構架你還是看不是很清楚 我們來看一個Sketch up 這個圖的Sketch up 這個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構架其實很簡單 這構架 那我們從現在是柱邊嘛 只是說你要怎麼畫這些東西呢 從上面看是OK一樓二樓 三四五嘛 RF 好 那這條線是樓板 好我們先看這個空間就好了 這是RF二樓到這邊嘛對不對 空間構架大概是這樣 好 那你看看一樓的部分 要畫立面圖就像這是一個投影圖 那你看到 這個立面圖其實這個梁是有深度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其實就是 你看凹這樣 這根梁是內縮我們在畫結構平面的時候已經看過了 那樓寬多少 有沒有寫 沒有寫對不對 樓身多少 我看立面圖有沒有告訴你 樓身告訴你是60 從FL算下來 但這邊不會是60 因為樓板在這裡 這12公分 60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是什麼 48 所以這段是48 好 48 有沒有看到 48公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看這個時候 邊邊的地方 邊邊的地方你看 這個柱邊線我們要畫 OK柱邊線要畫 這是留住樓板 這是往內縮做滴 滴水線 好 然後這個梁的深 48 所以你要從樓板線 offset 12 在offset的怎麼樣從這邊60 找出這條邊線 看到嗎 好懂了 這柱子有沒有看到 所以從外面看這柱子 兩兩底線 板底線要做出來 這個也一樣一直過來 再往上看這邊是有陽台所以他是平的 但是框框多少那知道女和牆看尺寸 再來往上看又一個兩底線了 樓板 那兩底線是多少呢 這個就38了 好就不一樣好對不起這個是50 講錯了好這兩兩是50這兩是60 那50又扣到12就是38所以上面有兩是一樣的 好知道這樣之後來我們就來做offset 一個是50一個是60的兩底線 先把它做好兩底線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先offset 那我們給他一個60 從這邊下來60的話要注意一件事我們這樣容易看花掉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新建一個層 也是sketch 但是呢我給他一點不同不一樣的顏色好不好 我給他好 我給他新建一個一個一個層 這個我叫 sketch1 那我希望給他跟區別跟這個 有點不一樣 藍的好了 好嗎 確定 好這個設為目前的 那把這條線 放到 剛剛設定好的圖層 叫sketch1 就看到這樣 好 然後每一個這個是offset50 就是50 那把它做下來 好 好這是50 那這幾條線 因為這樣看能眼睛東西花掉 我們就把它用刷的 好 那再往上看這個地方呢 這邊也沒有講 好但是看得出來他這每一個都是50 只是這個地方有特別一點的地方 我們看他的尺寸線 這個地方做反樑 什麼叫反樑 樓板他樑往上做 一般是從樓板往下做樑 反樑的目的其實在哪裡呢 在這張圖裡面他的目的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這圖為什麼要做反樑 各位看一下 他會反樑的地方其實在這裡 這裡 他樑把它反翻上去 再講我們樓板是要做樑坐下來 他的目的是要看到 讓這邊有一個 放欄杆 不需要做圍牆了 做女兒牆了 反樑坐上來 所以這邊是38 好 讓他這屋頂水箱其實很少人上去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爬梯還不是很正確 正確的爬梯應該長什麼樣知道嗎 這個怕小孩爬上去正確爬梯他會這邊做一個圓形的 然後呢 這都做圓形的 然後這個地方那底下會鎖起來 怕小孩子爬上去 所以這地方要有鎖才可以上去維修 知道嗎一個高度 然後人再打開 那還有一個拉梯可以拉下來 人再上去 好周圍有一個圓形的保護 人在爬的時候不會掉下 現在要求是這樣子 那這個讓我們知道就好了好不好 這是方便你畫圖而已 好 那這個你弄清楚了 原來這個反樑是在這裡 那其他你看這道樑 他這樣是從樓板 往下爬 看到 樓板往下爬 這個樓板線 所以呢這個地方你就大概 如果你沒有弄得很清楚你畫的時候就會很累 好那剛好他的圖面上也給我們尺寸了 所以你也只要把這個線弄清楚這是反樑 190的反樑 反樑是30那個從這邊上去38公分 那這個220下來一根樑 也是50公分 好啊這個下來也是50公分如此而已 這樣清楚嗎 好那這幾個部分就是說 你就是弄清楚一個是38往上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你可以看這邊38往上 正確來講不是這個30 是往38嗎 從這個往上 38 這個往下是50喔 好這就我們把我們就把結構的一些 重要線條先把它描繪完 這個反樑在上面 好那 等一下再來描繪這些東西女兒牆的部分 再把外框先做起來 先 先講這樣子OK 這 Это tsp 再遷就 爆發 說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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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